这个是我们15.6多段预压机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操作流程 首先先把我们的车浮水能打开 远点复位 好了 复位好了 我们就做一个新机种 做个新机种就要 把料板 把这个料板打出来 把我们的IC料板装上去 装上去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IC料盒的一个规格 这个是4等以33 4等以33在这里面 把它输进去 档案操作 3215 但是设定里面 在IC压头料板这里 把它输进去 4等以33 然后输进去以后 我们就要做个手位末位 手位就是IC第一个末位最后一个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先把IC 吸嘴CIC的一个高度 先把它叼出来 然后这里 连动快一点 好 这个一个高度就出来了 按保存 这里吸来吸位 保存 然后看一下手位 手位我们是吸嘴 吸嘴刚好吸在IC的中间 然后我们居中一点 摇好以后按保存 手位 然后再到这个末位 把鸭头打起来末位 然后把它压头下去 看一下 吸嘴有没有在IC的中间 居中 如果不在可以调这个料板 X 还有Y 然后摄好以后 然后按保存 然后待机 起来 我们 可以到手位这里吸一个IC 我们要来这里做一个IC修正 等一下 看你啊 嗯 到这里 到这里 有一个CIC 真功打盖 然后到料板 修正位 修正位有时我们要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IC下来有没有碰到我们这个销正块 如果IC长了 它可能会碰到销正块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料板 先打过来一点 往右边打一点 往里面走一点 然后先按个保存 按保存好以后 按 料板修正位 这个 这个 就可以压到下来 你看它离那么远 它就不会说一下来就马上碰到IC 现在我们再去调IC的一个修正位 等一下 好嘞 现在IC就修好了 修好的情况下 把料板修正位保存起来 把压头打起 料板可以对走 下来 下来一个 压头 拍照位 就是IC拍照 看这里 然后我们要把 正常的是我们要把IC的位置 就是马上点都调出来 然后左右这里 拨一条价 这里是 这个是条 左右 这个是条 档下 然后是 各是条 清晰度 它的清晰度 我们是要以玻璃的 一个清晰度为准 所以说现在先把IC 先调出来 调出来 像现在 清晰度 我们可以先做个marketing 在样式正义里面 目标模板 目标模板就是做IC marketing 点进来 我们可以随便做一下 这个我随便做个固定点就好了 在这里有个固定点 这个也可以做个固定点 调好以后返回 开始运行 如果 IC 的亮度不够 我们可以调这个 这两个是调IC IC的亮度 IC光源 好 现在这两样 现在这两样 就这两个 调好以后 然后我们 压头起来 我们可以现在就去做玻璃 我们玻璃的位置 几个 几个位置 一二三 三个位置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先把 玻璃的一个 方定高度 先把它叼出来 刚好跟这个被压 有一点摩擦 就可以了 但现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到 走动这里 平台上升位 直接带料位 校正即刚 然后 把它打开 按灯功 去刚 说一句 然后 我们 做 玻璃的位置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三二一五 在这里 最位平台 这里可以 做我们 帮定位 这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第一个帮定位 如果觉得 它不够 可以调这个 平台 歪走 X轴 调好以后 按保存 好 第一个位可以了 然后第二 第二个位 也一样 然后 多段X轴 就可以了 好 小蚝油 按保存 第二位 第三位也一样 同样 按摩 太棒了 可以调出来一点 这样可以 第三位按保存 好了 三个位 就调好了 第四 我们没有 第四个位 没有五个位 把它调成 调成零 其实后面还有 六七八九十 有十个位 后面都是用不到 把它调成零 然后 然后 玻璃的位置 方便位 都调好了 我们来做一个 玻璃的 马克点 也是在 样式定义的里面 样式定义的里 上面 上面是玻璃的 玻璃马克点 我们可以 按 融色 马克点 把这个 如像光 保存 做粘稿点 把我们的这个 粘稿点 坐在我们这个 mark点 的 中心 做好一个 安保存 搜索帽 是我们可以用 灰度2 灰度1 都可以 做好一个 安保存 确定 确定 右边也一样 右边 融色 好的 蛋糕点 确定 然后 做好以后 要重复 玻璃一定要重复 IC IC可以不重复 然后重复好以后 按返回 可以了 我们玻璃做好点以后 要 改的做 自学习 自学习 可以在 手动这里 有一个 对位自学习 我们先 做自学习 就是说要改的 mark点 做一个 孝正自学习的 动作 可以 然后再到 右边 左边做好 右边也要做 也要自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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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把 平台对珠 我们试个 对位看一下行不行 开心下来掰到 掰到好以后 平台 平台进去试一下对位 好 这些对位对好了 说明我们做的 动作基本已经完成 我们也可以 现在可以走动 走动来 验证一下 把这个 先把这个 洗掉 然后 来 好 可以 让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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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IC 这一个 这个就是指定的位置 就是说我要用我的 我的鸭头需爱心去第几个 就在这里设定 比如说 我现在要让他从第一个 机脊 在这里 IC 修正位 鸭头修正到 给他IC修正 起来 料板对出 鸭头 拍到位 这里整个机台的动作 都是在手动 手动这个界面完成的 然后我们下去拍照 好了以后起来 我们放个玻璃 我们放个玻璃 按正宫 按正宫 现在玻璃来对位 对位好以后 下来压头帮定位 应该到下了 走动基本就完成压了一个 还是已经压上去了 那 那我们就自动 自动来刀做一个 我们从第二个开始 拿走这个 自动 自动准备完成 自动模式 两个按 刚才我们第一个已经 第一个已经打过了 我们就第一个就不打了 从第二第三个打 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就不要去勾选了 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就不要去勾选了 我们打哪一个就勾选哪一个 现在我们就打第二第三个 他两个启动这样 他会自己过来放尿位 把玻璃放好 真功打开 这两个启动这样 他就自己过来了 也会自己对位 然后我们下一个不打 就按周期顶子 好了 现在二三已经打好了 接受一下 这都打好了 这都打好了 好 然后刚才我们调了那么多张数 3215 这里有 我们要记得 做好的张数 一定要把它保存起来 不保存 我们免得一关机再开机 它就会变掉 或者说重新选 调用一个型号 它就会变掉 我们也可以 把 做个 背方名声 比如说 现在我们这一个 这个10.1 我们也可以做成10.1 我们也可以做成10.1 直接按保存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品种 这个背方 复制到 我们下一个背方 按保存 我们也可以直接按2 按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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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把我们的第一个背方 复制到第二个背方 然后你再 把这个名声 改掉就可以了 再有就是手动 手动 手动 就刚才说的 我们整个机子下来的动作 其实 都是在这里 这几 这些动作来实现的 比如 我们要去吸 下一个IC 压到CIC位 真功 打开 起来 然后到 料板修正位 就是给IC修正 压头再下来 IC修正 修正 修正好以后 压头取来 料板对租 然后就可以 IC下来拍照 拍照好以后取来 然后再上玻璃 上玻璃 这里一个平台上升位 前台 上料位 然后把锅 锅缸打开 进攻 然后上我们需要打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第二个 它会跑到我们设定好的那个位置 直接按对位 对位完成了 就可以下篮 压头 放定位 它整个 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子